气象局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如果缩拉台风未来移动的方向和速度 如我们所预估的话 我们将在傍晚五点半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西北太平洋上第九号台风中度台风 苏拉在下午两点的位置 已经来到俄伦比东南方的410公里的海面上 它强度稍微又增强了一些些 目前是最强的中度台风 而且气急风的暴风半径稍微跨道到180公里 我们预估它未来会往西北再转西北西的方向移动 然后现在我们发布的海上警报区域 包括原本的台湾东南部海面巴士海峡 另外增加了台湾海峡南部 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他暴风圈在今天深夜 到明天清晨会影响到我们的近海 然后也这样子路径看起来的话 在明天周五前后有可能接触到南端陆地 所以气象局巨匠的预估 我们今天下午五点半会对屏东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就海上情况来看 随着台风逐渐靠近今天在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沿海包括绿岛蓝域 以及南部沿海都有长浪的现象 也预估明天到星期天 台湾附近各海面沿海地区包括离岛都可能会有长浪的现象 另外至于波浪的预测 这是今天晚上八点的波浪预测图 这是明天早上八点的波浪预测图 我们可以看到苏拉台风中心 其实苏拉台风中心的浪高可以到达7米以上 随着台风逐渐往巴士海峡移动 我们可以看到台湾附近 我们的浪其实从今天晚上暴风圈影响到我们的东南部近海以后 风浪就已经增大 到明天后天台风最靠近的时候周围海域的风浪 大家会有尤其靠东南边和南边会有3米左右的浪高 其他海面有2米左右的浪高 另外在偏南端的海面 它的浪高有可能接近6米 所以在海面上的风浪也随着长浪一样会增强 提醒大家这两天从事海面上的注意或活动要特别留意 至于在天气方面 从雷达回过上我们可以看到从早上延续到现在 一样是有台风的外围云气带来的回坡 以及我们东南部陆地 虽然东南部还有恒春断断续续下雨 另外也看到中午以后 在南部地区发展的对流云气 目前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 提醒大家今天在高平地区 以及江南的山区 在今天下午会有瞬间的强降雨 可能出现局部性的大雨 这个大雨特报会随着对流云气的发展 会随时做调整更新 而今天事实上大部分地区天气都很炎热 本岛的高温几乎都在35度到37度左右 澎湖金门马祖都在33度左右 最高的平地气温是出现在新北市的三峡 37.0度的高温 第二名则是在嘉义东区 36.9度的高温 到目前为止第三名是花莲的河中 36.8度的高温 现在没有下雨的地方 依旧炎热 提醒大家试试补充水分 外出做好防晒的工作 员